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和县长饶庆龄 在满货柜的台东释迦前比赞 被大陆封杀600多天后终于消除去 碰上蓝营执政的台东对岸掀开绿灯 但碰上绿营执政的中央红灯还提早开 原本中国大陆商务部对我贸易壁垒调查截止日 就这么刚好挑在投票前一天1月12号 但突然提前一个月宣告 难道是想先拔草侧风向 学者分析对岸此举很难删掉选举味道 而民进党当然也会大打借入牌 以早宣布也是给夏立言副主席去中国一个礼物 如果你要求情的话就国民党才可以帮忙 会这么说也是因为就这么刚好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人就在大陆会台商 时机敏感好文章不做吗 倘若对岸真想当政党轮替的举球手 这角度拿捏差一点差很多 若一不小心举过了头 恐怕会被对手反杀一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